歡迎回到前半百 講到今天台北股市 在三大反的進出當中 還是可以看到外資在那賣方 主要是台幣還是續扁 所以今天台股 雖然盤中有來到兩萬零八百點以上 但是五盤過後的壓盤壓低 主要還是外資的賣壓 來自有七十四億的調節 那自行商賣二十三億 投信是買的 買七億 但三大反加起來是賣超九十億了 台股的部分可惜 最後這一單往下壓跌 在十二點半後的壓力 導致指數由紅翻黑 不過貴買指數 卻可以持續的再創新高 所以看起來今天變成了大不如小 但下週重點就在於 下週很多重要大事 不管是台積電的法說會 台子旗的結算等等 都可能牽動更多投資朋友 下週很忙 要關注的事情更多了 我們今天會一一的解析 好 特別講到今天的外資 因為外資是賣的 但是今天逆勢買誰 看看他買超的個股 第一名 嚇到了 這檔個股好像很少看到 是第一名 陳美才兩萬六千張 那其他個股呢 我們看到一些熟面孔 今天強勢的 大同 大雅 東元 重電類的個股還有亞利 另外呢 藥華系統 今天都很強勢 最近也強勢的南亞科 這是外資有買超前十名 請教伯傑 買超前十名當中 特別注意誰 好 這個如果以族群來看 外資間什麼 琢磨重電股最多 你看裡面的這個大同啊 大雅 甚至包含像東元 還有亞利 十檔裡面就是四檔 可是他都沒有買華 沒有在前幾名買華城 買市電 買什麼中興電 如果說我們假設外資 現在心態比較保守的話 那他可能就是抗位階 你譬如說大同現在五十幾塊 對比那個九百多塊的華城 對比兩百多塊的中興電 三百塊的市電 他會覺得比較便宜 那另外大雅也是嘛 大雅現在也是大概五十塊左右 大雅是那個重電五天網友 最便宜的 五十塊 所以所以我我認為 外資今天應該就是說 他也看好重電 可是因為他不想要去追高 所以他就是買位階 比較低的這個 所以我下禮拜 應該不要再去追什麼華城中興電視電 我應該要追大同大雅東元 因為外資買給你看 是這樣嗎 我覺得可以啦 為什麼 因為那三檔高價股兩三百的嘛 那三檔嘛 代表什麼 代表他們是天花板對不對 你天花板被撐高以後 你在地板上的優勢就顯現出來嘛 所以大同啊 大雅東元啊 甚至雅力這種 我覺得短線上來講 他們應該就有機會什麼 在三檔高價股休息的時候做輪動 我們可以看一下圖 我看你看看大同的部分你就會發現其實大同這一波漲到這邊 有沒有它是一個平臺玩過高又一個平臺那今天看起來什麼又要過高的嘛 所以慣性沒有變那這種你就是待會就是要做多我覺得短線問題不大 這是我們看大同東元外資賣這個還有選大雅這是屬於重電股當中低價一點的甚至有補漲空間的那外資賣誰呢來看外資賣超 那就看得出來就是老AI股了 還有昨天才買的航空股 今天在那賣掉是怎樣 但我覺得是這樣 其實你撇開兩岸的問題不談的話 其實今年的航空股 觀光股會很差嗎 不會喔 你今年大家該出國的票還是搶的不行嗎 尤其是飛機的這個部分 你看臺北飛日本東京 甚至大阪的票根本沒掉下來嘛 對不對 那更不要說暑假到了 很多人會往歐美走 所以我覺得航空股不用想太多 拉回來應該都還是買點 所以這是外資賣當中不用擔心 昨天買今天賣 可能就是做一個調節 不過看看投信 投信今天對臺股是站在買方的 我們今天也講到有很多新的ETF 正在準備募集 下禮拜要準備預購 還要玩預購 這樣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繼續推動投信的持股 被動基金繼續買超 看今天的買超前十名也有大雅 另外有文業系列美麗達 美食統一連貌異光中華 好像就比較散一點了 你看怎麼看這投信買超前十名 誰可以跟 這塊我們先講到 這個其實目前來講 沒有看到這個高股息ETF 率先卡位的一個動向 今天整個買盤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部分來講 他是選擇中小型投信覺得自己可以控制的個股下去做買進 第二這些個股來講通常都是已經連續幾天的買超 而且股價持續墊高 第三個就是技術面其實非常強勢都是緩步墊高 我個人覺得這種個股來講其實是可以跟進的 尤其在這個投信籌碼還沒鬆動前其實都有機會持續的一個緩步走高 其實這些個股來講 我覺得有幾檔個股 包括魂業啦 系列啦 跟這個中華的部分 這三檔有個比較好處 對比來講 他的位階相對比較低 可能之前有拉回 或者是剛剛起漲 認為相像的個股來講 投資人可以跟著去做上車的動作 這是投信買當中可以跟的嘛 這是明漢剛剛特別提供給大家的建議 不過也請明漢上來告訴大家 下禮拜很重要的大事一大堆 最重要就是台積電法說 剛好卡在這個禮拜四 台積電法說 但是下禮拜一有九一九要發股力 禮拜二有九二九要發股力 然後有很多個股準備要融券回補 四月底之前有很多融券回補潮 那接下來就包括有美國的財報週要登場 但先登場先是一些銀行金融股的財報週登場 但禮拜三有一個臺子期的結算 看看臺子期 今天的外資態度 昨天外資空單一針一萬多口 今天是減九百五十五口 但總外資空單還是一萬兩千口 所以下禮拜結算 還是有要擔心壓低的壓力嗎 這塊來講 因為畢竟還是有大量空單 所以多少有點壓力 但比較好的現象 剛剛也提到結算之後 隔天有法說會 那另外目前來講 市場是比較看多的 所以我覺得這塊來講 可以稍微去支撐這個所謂壓低 所以有可能擔心壓低 但是隔一天有期待法說 所以會抵消掉 但是呢 我們也看到一個問題了 禮拜三 為什麼特別要注意到這件事情 三星電子罷工 這是三星電子 這個非常久的歷史以來 沒看過的罷工事件 是這次勞工到底是什麼樣的態度 讓他們硬一下心來 要決定跟公司對抗 到底怎麼回事 好我們先講的故事 三十幾年來 確實從來沒有罷工 而且他們有個特色 他們每年呢 其實都會去調這個 所謂調薪的動作 然後在所謂的最後關鍵點 公會跟公司下去做溝通 以前從來不會罷工 是以前沒有公會 是因為這三四年來成立公會之後 每年就非常強勢 但是其實這些訊息 每年我都會看到 可是最後都講要罷工 要罷工 最後又談妥 但這次不同了 因為已經確認時間 就是真的要罷工 十七號 對 所以理論上應該沒有差別 就是真的要罷工 但是三星罷工 到底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影響性是什麼 最主要部分來講 其實就是在記憶體 因為大家覺得短時間罷工 這個記憶體供給的一個部分來講 一定會可能會有比較明顯的變化 所以會導致 這後續的記憶體的價格上揚 對族群來講當然是正向的 可是我們要跟大家講 幾個重點 當然要跟大家講 D-Rain的一個部分 一定要回歸報價 因為記憶體的報價 會影響到股市的走勢 那可以看到 其實從去年以來 這是DDR4、DDR5 其實都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漲勢 可是到了這個 所謂的最近這一個多月來 他卻是橫向整理了 所以導致市場 除了應該國際間 大家都看著這個所謂的美光 因為他表現非常強勢之外 台灣感覺好像跟不上 其實就是因為報價偏弱 那我們剛剛也提到 美光強勢是因為 AI的這個超頻寬記憶體的需求 所以導致他毛利率出現比較明顯的走升 那這塊來講 台灣要等什麼 台灣沒辦法去做這塊 台灣要等的是 他把這個所謂的產能 轉向這個AI的相關族群之後 他變成是其他的 DDR4的部分會減產 那會帶動整個價格的 財格抬高 對對對 但是我個人覺得 這個族群有沒有機會 因為罷工而轉強 我個人覺得其實是可以買的 這個禮拜就有感覺了 為什麼特別把他拿出來講 就是這禮拜突然 記憶體族群個股 來個反彈 對 很明顯的明顯的反彈 有反彈感覺到資金介入了 但是大家還是有點謹慎 沒有辦法像你 比如說重電族群這麼瘋狂 那我個人覺得有個好處 就是沒有大漲 所以這目前介入的部分來講 我覺得是安全 好我們來看看 像你看指標好了 南亞科跟美光也有比較連動 南亞科股價 拖多久 在這邊頻頻的破低 終於在這兩個禮拜轉強 甚至站上本週高點 甚至波段高 南亞科之外 來群聯更不用講 更高了 群人更是相當強勢 在今年還創新高 快到八百塊 這些個股最近都在轉強 所以我們才看到 難道跟三星罷工也沒有關係嗎 會不會也有關係 當然有一定的關係 因為這訊息已經出來了 而且我剛剛提及的 也每一次講一講 最後都最後都是不了了之 可是這次時間 有可能是要的 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 我個人剛才提到 南亞科跟威剛 因為確實業績面表現 比想像的要好 那股價來講也剛剛轉強 但是我要提醒投資人 我剛剛提到是可以卡位 但是下禮拜 因為這個低潤報價 是每週一次的 那照理講 如果真的罷工了 那你也卡進去了 股價還轉強 變成未來每個禮拜 你要稍微關注一下這個報價 因為照理講 如果呢 你也卡進去了 罷工也造成了 結果記憶體報價 並沒有轉強 甚至開始往下彎 那其實就應該要做退場 哦 所以我們看到像這樣的族群個股 是看報價 是沒錯 就跟這個航運股 看報價一樣 要很重要關注 所以你這邊看 你覺得比較好的會是 南亞科跟威剛 沒錯 這兩檔 好 另外呢 也講到 這下禮拜重要大事 有很多個股 ETF又站在募集 下週開始宣布說 從募集前展開預購 居然又要玩預購 募集是四月二十二號 不管是00946 還是00944 都是四月二十二號 下下禮拜 是 開始募集 00946 下禮拜一開放預購 又要玩預購 到底這些會再一次帶動 這些高股息ETF的抬轎潮嗎 好 其實我覺得結論來講 我們先看一下這兩檔ETF的部分 其實呢 這權益的部分 他比較特別 他是所謂高科技的這個高股息 所以相對來講 他在科技跟之前的高股息 有稍微有點差距 所以我個人覺得 他也許還有辦法募得一些資金 我覺得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而且他是提到說 平均這個股利率還有達到9.9 可是我看到他目前 他的成分股的殖利率 哪有這麼高的 對啊 所以後續來講 可能都還是靠這個價差下去 去做這個所謂的股息的發放 而且他比較吸引的部分 就是他很聰明 馬上發這個10塊錢 對 10塊就很誘人 對跟上次940是一樣的 你再疊也10塊差不多多少嘛 對 然後月月配 對 是現在月月配幾乎是標配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944 其實整個架構也類似 他雖然說這個發行價944是15塊 可是他也是月月配的一個狀況 是 那我們這次要跟大家講結論 其實我個人覺得這個940的風潮 不可能再現 那有兩個比較大原因 因為之前就吸走2200多億 我不覺得後續還有這麼大的資金 更重要的是因為前面兩檔 目前還是破發的一個狀況 所以對於無論是946 或944的部分來講 募集都還是有一定的壓力 雖然說時間944 他也是這個22號 那他剛剛提到 他發行價是15塊 可是他越來越配 而且他股力來講有達到7% 剛剛他是強調他是科技 這個他是在強調他選股 他是用這個動能選股 他有一直提到說 過往回溯縮效 他們的這個指數的表現 都比其他高股息要來的強 所以兩個各有一個特色所在 可是我個人覺得 有特色固然有特色 可是前段真的吸了太大的資金 加上前面的給的模範 目前要是破發 我老實講 破發不代表他真的有問題 長線還是會還他公道 但目前現實上他就是破發的 所以對於這個新募集的部分 一定有一定的壓力 但是如果不吃這個ETF 可以吃他個股的豆腐嗎 如果我們這兩檔來看 重疊交叉重疊的發現有幾檔 利成 聯發科 聯勇 漢唐 這是這兩個這個ETF基金 共同有共同持有的 這會不會可以趁機吃豆腐呢 我覺得也許有但幅度不大 簡單來講就是說 包含剛剛提到聯發科 聯勇 利成 這三檔個股之前高股息也有 之前趁豆腐的時候 這些個股本來就不強 原因為什麼 因為這股本真的很大 太大了 對 股本太大 漢唐的部分來講股本小一點 也許會有一點的波動性 但是我覺得這次募的資金沒有上市大 這波動性一定會比上市要小的很多 好 這是我們看到這兩個高股 股息ETF 準備要再募集 下禮拜甚至開始預購 但這次會像上一次上個月 那樣的滋亂嗎 就不曉得了 但是也有看看重要的問題 接下來的財報 下禮拜有很多重要的財報出爐 那但是都是先從金融股開始 不過重頭戲是月中之後 下旬是換電子的重頭戲 是 沒錯 因為可以看到今天開始就有這個 所謂的 我們看到金融股打頭陣 一直到下禮拜都是一樣 可是整個重點 這個七大巨頭都在這個位置 就是所謂的月底 那對台股來講 當然影響是在這個層次 那有些投資人會說 那這些跟我們就沒有關係 也不代表 你要想 台股幾乎每天都是看著美股 昨天漲跌 對不對 你說聯合剛剛不重要 問題是如果他的財報不好 他重挫導致美股狀況不好 我們隔天還是會受到影響 只是要給大家一個概念 金融股的部分前段 因為季期的關係 所以現在預期這些看得到的 大部分都是對比前一年衰退 大概接近一成左右 是衰退 是衰退 所以下禮拜開始要小心 稍微會有壓力 但是也不一定 因為大家都已經預期要衰退 所以到底出來是憂鬱 預期還不如預期 前幾天美股先跌了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後半的部分來講 應該是比較正向 我們可以看一下 整體對這個產業的一個預估狀況 目前的角度財報是在這裡 Q1 那Q2等於是展望預測 可以看到好處現象就是一二三季 是逐季走高 沒有太大的疑慮 我覺得美股財報 應該是呈現中性偏多 或者是我們換一個角度想 今年美股其實也是沿路創高 剛剛凱銘一直在講 其實美元非常的強勢對不對 等於說降息是一直不如預期 我個人對今年到目前的結論 就是資金面是不如預期 但是基本面是又預期 所以基本面又預期帶動股市創高 目前的角度還沒有改變 所以是有機之談 對 所以好處如果說現在又要面臨 講這個資金 比如說又要看什麼通膨 又要等倍的東西 我就會相對壓力帶 如果回來 我們要看財報 我就會覺得相對比較樂觀 所以財報部分還算樂觀了 但更重要在於下禮拜的財報 要做預測了 台積電的財報 下禮拜最重要就是台積電 禮拜四的法說會了 以現在來看 今天台積電繼續的有往高點靠近 這步步高 見高不是高 所以大家是坐等下週台積電的法說 那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外資對於這個法說會錢 他們一定會卡在前面發布報告 那簡單的道理 我跟大家提到 整個財報的一個部分 它是抓都是中信 就是都是抓公司的預估的中間值 那我個人覺得 這個對股價影響不大 重點在展望 KASIC給大家的概念 就是要看到這個 第二季的營收的數字 它是抓 簡單來講 我看現在市場上的預估 大概都落在寄增 五到十個Percent 中間 如果出來是低於五 那股價會有壓力 就不如預期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如果低於五就要有 計增低於五 對 就會有壓力 但是如果是五到十之間 尤其是靠近十 就算力多對股價 因為大家可以看 如果今天能夠計增六個Percent 但代表整個年增二十六 其實你不要看六 它重點是年增二十六 所以只是公司不會去講年增 但他會講計增的數字 所以他幫你大概換算一下 所以這樣有概念就是五到十 越靠十越好 那理論上如果低於五 股價就會有壓力 對 所以這個應該是這個股價後續的說法 這一次的法說 為了展望最重要 看人家計增有沒有超過五以上 對 是 是 很重要 另外比較重 比較好的現象 就是這個產能利用率的一個部分 其實就現在低劑剛好是一個低點 所以如果能夠計增確認 就代表著這個之前外資給的這個圖形 是沒有錯的 代表說二三四是持續往上走 那這樣的情況下 吃下定新聞 大家又在公司說法不會給命確 他之前只有說整年年增落在兩成左右 所以大家就開始才到底是兩成還是25還是28 希望能夠越來越樂觀 股價來講自然就有走高的一個機會 要告訴大家 你以前看到的兩三百塊台積電是在這個位置 那時候他每年大概就是穩定賺在13塊 所以他大概就是二十倍 二十來倍 所以他的位置是合理的 可是現在的位置是在這裡 他都是賺三十幾塊 你不能拿三十幾塊獲利去比十幾塊 所以三倍多 所以股價也是當年三百塊的那個三倍多 兩三倍 對 其實是合理的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再來我們就講到現在的問題 就是到底合不合理 那剛剛提到以前大概都十來塊 突然來到這裡 因為當時這個疫情的關係 所以創了一個獲利的一個歷史填高價 那當時持續往上衝 我回到看這個本益比 我覺得對照就可以知道 因為以前在這個獲利大漲之前 他確實本益比都在二十來倍左右而已 那他當時獲利創高 你可以看他來到上方兩條線的中間 對不對 這兩條線代表是什麼 一個是三十二倍 一個是二十七倍 就是簡單來講 整個本益比已經來到接近三十倍的位置 所以他一般都會在這二十七到三十二之間 這個是這個代表什麼 你要來到這位置代表你當年獲利要來到高點 應該要來到歷史新高 你才有那個機會 對 你如果歷史新高你才能夠來到這個所謂 這兩個最高階的一個上元素 那目前來講在這裡連第二個都還沒遇到 那簡單來講如果遇到第二個是多少 就二十七倍就是八百六四 如果說三十二倍最高點就會來到一千塊 所以他現在的位置剛好在這裡是價格是合理的 還沒有遇到第二條 我個人覺得這看怎麼反應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他要來到獲利歷史新高 他就會來到這個區間 其實今年來講三十八塊其實是很逼近這裡 但是還沒有遇到 但是問題是明年會很輕鬆就過去了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你只要時間的一個催延 他慢慢的就會去開始反從這裡反應這個位置 所以照理講我個人覺得很基本 慢慢的往二十七倍站到這個區間 我覺得是合理 真正我個人覺得風險是像之前一樣 如果來到最上條這條線 也來到三十二倍來到一千塊 那個時候才是真正有過熱的壓力 所以目前看 如果以他未來這兩年的業績表現來說 他要過千沒有問題的 因為本益比的部分會超過二三十以上 應該這樣講 你可能現在四月 因為我們法人來講 他正常是用未來十二個月 所以這樣講 我們現在四月 等於說代表你四個月 等於說你四個月要用今年的 可是你為其他的部分 慢慢的就要去用到明年的本益比下去 做這個所謂總和的推估 所以我這樣講 如果以現在角度 這兩個抓 我們用月份的一個抓值 目前來講應該是要抓四十一塊 因為你應該要抓在這兩個中間 然後加上月份的那個加權之後 現在是抓四十一塊去換出了位置 但是你時間慢慢推延 你就會慢慢往四十七靠近 所以照理講你就會慢慢去推升到第二條線以上 所以慢慢的時間演進推到八百六 我覺得沒太大問題 但是如果慢慢往千元靠近 就像上一次一樣來到最高點 我覺得就有過熱的危機 好 謝謝明天告訴大家 怎麼看下禮拜的台積電法說會 先看下週的這個預告展望 至少濟增率要超過五以上才是合格 五以下就是不如預期 五以上合格 然後越接近十更好 那六以上七八都是好 所以是不是就看下週法說會當中說的這個展望 第二季的展望台積電 當然回到現場則說到了利率走向 現在在聯準會的態度當中 大家都說你今年可能升息力道 沒有像之前預估那麼多次了 甚至有人認為你只能剩一次了 有人說這聯準會被選舉綁架了 所以你的利率走向走歪路了 如果今年不降息 那會怎樣呢 馬上回來告訴你 這首最新訊息